你 子薇 二哥 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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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子薇 电子 谁来帮我 金锁 小燕子 明月彩霞 快来啊 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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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子薇 专姐 子薇 你醒醒了 你醒醒了 子薇 开始了 子薇 你醒醒了 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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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子薇 小笨子 小竹子 快把李太医 中太医 杜太医 通通圈进来啊 快 醒醒了 醒醒了 快啊 天灵灵 地灵灵 子薇 哥哥是金刚不坏之身 大难不死 风凶化急 是菩萨转世 上有天 下有地 天地 青春师 全部保佑哥哥 长生不老 所有病魔去去去 为什么偏偏是子薇 哥哥呢 如果是我 加一加手指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啊 是我笨 是我该死 当时发现那个不娃娃的时候 我就应该说是我做的 是我笨 是我该死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小凳子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我把我折束以为她和她天忽 做我个司 我去 呃 他会把我折束了 刀子 付责 interface 可能撑不下去了 什么脉象虚弱 无脏虚弱 他在昏迷之间还在跟我说话 脑子清楚得很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胡太医 您说话呀 福大爷 您冷静一点 紫薇哥哥不只是手指受伤 他还受了很重的风寒 本来他的身子骨就不好 上次中了一刀 始终留着病根 现在是数病齐发 来势汹汹 只怕会 会拖不下去了 紫薇 紫薇不要 我们前排过要一期生一期死 你怎么可以先走呢 你走了 我怎么哭 紫薇 我阿玛说过了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灾难了 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 你走了 车头就走呢 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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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 你不要推她 不要摇她 再弄弄她不是会更难的 你会更严重吗 我不要 还是先到外面屋里等一下吧 紫薇 你以前许过中了一刀 你都可以挺过去 为什么今天上了指头 就挺不过去呢 紫薇 你这个已经盖上我 盖上我了 小燕 你让开 你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 明月彩霞 换帕子 是 先给她不断地冷服 让她的热度先退下去 彩霞 快 开衣 你开药啊 你开药啊 你不能放弃啊 你不能束手无策啊 是 是 是 我们出去商量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走 快 快 小燕 不会的 不会死的 绝对不会的 你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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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去 二方少爷 下去 紫薇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我求求你 一定要听到 如果你的耳朵听不到 那就用你的心听 用你的意志听 紫薇 你是我的一切 我们风风雨雨的日子 都过去了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弃我而去 那太残忍了 紫薇 你那么善良 那么热情 你不忍心伤害任何人 包括你的敌人 包括你的敌人 那么 你就忍心伤害我吗 紫薇 我告诉你 我一点都不坚强 我很脆弱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接受失去你 所以 我请你 求你 不要离开我 在你昏迷以前 在你昏迷以前 我正在告诉你 我们美好的未来 那有始有梦的日子 你不要把这些 都变成了虚化 没有你 没有你 花草树木 天地万物 都会跟着消失的 紫薇 我们有誓言 我们有承诺 你不能失信 你不能撇下我一个人 真的 紫薇 你是那么了解我 你知道 如果没有你 我的生命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 请你为了我 醒过来吧 睁开眼睛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太医 太医 她听到我说话了 她有知觉 她有思想 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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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紫薇 紫薇 小姐 什么叫紫薇病危啊 怎么会病危呢 妈妈 她一说 怎么快要死了 没有希望了 她刚一直在跟她说话 她还听得见 她很快流眼泪 可是她医治了半天 还是说她要死了 怎么会怎么可能呢 她下午爆炸的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吗 泥鸣 到底怎么回事 花儿马 是真的 下午你离开没多久 紫薇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把四个御医 全部都宣进宫 可是 紫薇一直都没有醒 御医已经要我们做 最坏的打算 尔康寒金所都守着她 跟她说了几千几万遍的话 她就是不睁开眼睛 不可能 她还这么年轻 她怎么就能够死 不可能 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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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皇上驾到 来 臣参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令妃娘娘千岁千岁 都什么事了还请礼啊 告诉朕紫薇怎么样了 回皇上 高烧一时不退 脉象一静快要消失了 看来 挨不到明天天亮了 红薇 你们会治不会治 赶紧把药间来 治不好提头来借 抓啊 紫薇 紫薇朕来看你了 紫薇 上次拔刀的时候 朕说朕贵为天子 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气的 现在朕看着你 朕不要你死 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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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成亲 还没有生儿育女 生命等于还没有开始 你和尔康的事业 还没有实现 你怎么舍得走啊 紫薇 小姐 这么多人在喊着你 这么多人想要再留住你 难道 难道 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你醒过来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紫薇 紫薇 你身上最好心的一个人 你看 你看我们大家 全部都冷酷了 你怎么这么慌啊 你醒一醒都好吗 哪 Ke Hause 尔康 紫薇 我在这儿 紫薇 我在这儿 山无浪 天地和彩蛋与君君 你不要再说这件废话 如果你死了 我上天入地 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 你醒过来 你醒过来啊 来 大家让一下 向飞 你也听说了 太医说她活不了了 你送送她吧 她要走了 你们不是一直处得很好吗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子薇 轻点 金锁 来 帮我把她手上绷带解开 可以解开吗 她一说解开的绷带 她的手指就会有问题了 这人都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可不可以的 还怕什么手指有没有问题 对了 你们给她吃什么药了 她什么都没吃 她吃的药都吐了 你给她吃什么 这种王府的秘方叫做宁香丸 是用穿山甲 白纸 防风 霜花 等十几种从动物植物身上提炼而成的 她对清热解毒 活血止痛有其效 是救命良药 我来的时候 我爹给了我五颗呢 还好 她还能验 已经验下去了 这代表她还有救了 这我还不知道 来 金锁 在她每个手指上都擦上药 轻一点千万不要弄疼她 擦完药以后 再用绷带把手帮上 你这又擦的什么 这叫五花鹿 它是由金银花 蒲公英 野菊花 还有紫花地丁 紫辈天葵子 等五种花中提炼出来的 它对消肿止痛有奇效的 我们不妨试试看 原来你还会医术啊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 早知道 这少把你叫来了 其实我也不懂的 这是我们家传的药 我只是看我爹用它来治病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一定有用 一定有用 上天把你派来 这是我们家小姐救苦救难的 一定会有用的 一定会有用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有效 接下来 我看大家只有等待 看看她的反应 大家可能要等很久的 大家可能要等很久的 我看最好先散开吧 让她有新鲜的空气 我们出去到大厅里等着 丁飞 你让小凳子小桌子 给大家沏茶喝 是 我不走 我要守着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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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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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退了 烧退了 阿康少爷 还烧真的退了 你快过来看一看 快点啊 太医 太医 快来看看 快看看 热度退了 汗也发出来了 脉象也稳定的 看样子 哥哥一人自有天相 大概没有问题了 万事 万事 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你真棒啊 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我让你去看子薇怎么去了这么久 他是真的要死了吗 回老佛爷 他已经度过危机了 大概没事了 我就知道 哪有伤了几个枝头就送命的 那也太娇弱了吧 那个丫头 会不会是在耍花招 故意装死 好让皇帝心疼 你怎么了 晴儿 你哭了 谁把你弄哭的 我没事儿 老佛爷 怎么能说没事儿呢 明明是有事 快告诉我 谁欺负你了 我好跟你撑腰 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只是刚刚在树方斋 我看到子薇死里逃生 我看到大家对他的那个样子 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敢动 对不起 难道是真的 他差一点死了 晴儿 你做什么 晴儿有事儿恳求老佛爷 你说 不要跪了 什么事 我知道老佛爷最近为了我的终身大事 非常伤脑筋 我也知道老佛爷看中了尔康 想拆散子薇跟尔康 好把我指给他 嗯 你说中了 毕竟我的心事瞒不了你 怎么样 是不是我也猜中了你的心事 老佛爷 您是猜中了 可是您三年前就该做主了 现在太晚了 只要晴儿有这个意思 没有晚不晚这一说 我现在还可以给你做主了 我现在还可以给你做主了 可是现在我不要他了 为什么 我要不起他了 老佛爷 自从我回宫以后 我亲眼目睹了尔康对子薇的用心 我真的好感动 尤其在今晚 我更是看到了一场生死离别 我真的太震撼了 震撼了 是啊 太震撼了 我不由自主地 就被带进了他们的那个世界 见识了一场人间最强烈最真挚的爱 我想只有用惊天地 七鬼神六位字来形容了 太美太美了 虽然我没有得到过那种感情 可是我也好敬佩 好感动 如果我破坏了那份感情 我一定会恨死我自己 老佛爷 请您帮我积德 一定不要拆散他们 秦儿谢谢您了 秦儿 你不必太清高了 这是你的未来啊 老佛爷 我并不清高啊 一个不属于我的男人 我嫁了也不会幸福啊 老佛爷真的疼我 就让我陪您一生吧 我不能这样耽误你 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和子薇共事一夫 不过那就太委屈你了 所以我虽然用这个念头 始终就没有提出来 是 娘就太委屈我了 所以您千万不要这样安排 我不了解 这三年前 你陪我到碧云寺 你个下雪的晚上 老佛爷您都知道了 你只不过是个看雪的晚上 根本就不能代表什么 您何必就这样潦草地把我推出去呢 我根本不想介入他们两个中间啊 因为那个中间 根本没有任何的位置给我 在尔康的眼里还有心里 都只有子薇一个呀 男人永远是贪多的 是喜心厌旧的 所以尔康才那么高贵啊 老佛爷 让尔康的高贵吃火在我的心里 不要破坏它好不好 这样 我才觉得自己也有一些价值了 你真的要这样做 你决定了 你不要跟尔康成为夫妻了 我决定了 请老佛爷成全 这还叫成全吗 傻孩子 我懂了 我要仔细地想一想 想通了再说 谢老佛爷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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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喝水 他醒了 快来给他拿水 快拿水来 小心小心 我来 不要碰到他的手 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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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为你喝水了 张开嘴好不好 尔康 你醒了 你又认得我了 你真的醒了 我睡了很久吗 是 别说话 先喝水 来 慢慢喝 别呛着 不着急 慢慢喝啊 慢慢咽 咽 子薇 我现在在深深地感觉到 小燕子那篇文章 写得真是太好了 人都要喝水 早上要喝水 中午要喝水 晚上也要喝水 人渴了要喝水 人不渴还是要喝水 真是至理名言了 原来这口水是生命之泉 子卫 你喝下这一口水 我可以快乐地上天了 你们为什么守着我 我怎么了吗 你到鬼门关去转了一圈 现在又回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这儿有我呢 你们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 要了一桌病来怎么办 你们先下去休息 待会儿再来换我 可是尔康少爷 你也一直都没有休息了 是啊 你不累吗 他已经醒了 我怎么还会累呢 好吧 我去给小姐煮一碗粥来 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 胡太医说 你醒了以后啊 一定要吃点清淡的哦 我现在就去准备 阿康少爷 您也要吃点东西才可以哦 明月彩霞你们都是弄吃的 我阿哥都在大厅里面睡着了 大家都没吃东西 肯定都饿得厉害了 小桌子小凳子 把所有的菩萨都拜过了 也给他们弄点吃的 嗯 好 是 嗯 来 我去等外面大厅里 需要我说就叫我啊 你都有黑眼圈了耶 怎么弄的 你要做什么 不要乱动啊 我好想摸摸你的脸 紫薇 谢谢你回到人间 谢谢你回到我身边 谢谢你在最危险的时候 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 谢谢你听到了我的呼唤 谢谢你没有弃我而去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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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康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你 我 小燕子 我阿哥 尔泰 赛雅 蒙丹 韩香 柳青 柳红 金锁 我们大家都在悠悠谷 蒙丹和韩香 好亲热地靠在一起 满山满谷都是蝴蝶 大家和蝴蝶一起跳舞 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 大家好快乐 好快乐 我向你保证 那不是梦 总有实现的一天 娘娘 你不要害怕 事情并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你 怎么没有坏到不可收拾 皇上咄咄咄逼人 等于跟我拉破了脸 你看她那眼光 哼不着吃了我 她什么都知道了 现在把我当成了仇人 弄到这个地步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冷静娘娘 最重要的是冷静 皇上是在诈你呀 他并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说是咱们干的 再加上 他已经明说了 他还要顾你和十二阿哥的父子之情 好歹你还有十二阿哥呀 十二阿哥有用吗 有用有用 当然有用啊 皇上投鼠即弃 上面他要顾虑和老佛爷的母子之情 下面他要顾虑和十二阿哥的父子之情 所以他不能管你怎么样 他就是心里恨你 他还要维持表面的关系 你想啊 他这次来连小路子没带 他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他对你的怀疑 他的顾虑比你的 你就装没事儿一样 照常过日子 可是 他已经恨死我了 我实在是很后悔 不该冒险出自下策 不但没有整党的两个丫头 但他把四季陷入了危机里 那两个丫头整到了 整得差不多了 再整几次他们就没命了 最主要的是老佛爷对那两个丫头已经彻底绝望了 你一定要装作理直气壮的样子 千万不要变得小心翼翼 那样会引起老佛爷的疑心哪 娘娘 总之啊 你不要露出心虚的样子 以前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对那两个丫头不要怕 他们两个状况很多 就是我们不给他制造问题 他自己还给他制造问题呢 娘娘 勇敢一点 还是那句老话 走着瞧 福大人 福尽吉桥 福大人 福尽吉桥 起来吧 福尽 福大人 你们怎么亲自来了 紫薇她怎么样啊 是 听说她病危 我们都吓得魂飞浮散的 她现在怎么样啊 福尽你不要着急 湘飞娘娘把她给救回来了 本来啊 四个太医都说没有希望了 可是湘飞娘娘给她吃了一颗仙丹 硬是把她从鬼门关给抢回来了 谢殿谢敌啊 太医怎么说 已经度过危险了吗 是 四个太医都说 只要休养就好了 死不掉了 我们不知道去看看她方便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 尔康还守着她呢 大家都说啊 紫薇已经没事了 可是尔康就是赖在那儿不肯走 她盯着紫薇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真怕一眨眼睛 紫薇就不见了 从这儿走 紫薇要是知道你们来看她 肯定高兴地昏过去了 从这儿走 来 紫薇 你看我把鞋给你带来了 紫薇 大妈 姑娘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我的儿育肤病得很严重 我在家里怎么还待得住呢 立马就进宫了 小姐 小心你的手啊 你不要劳忘记 你的手上还有伤呢 金索给福大人 福静请安 金索 真亏得有你了 我大人 福静 你们亲自进宫来看我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千万不要多礼 如果碰疼了 我们来就不对了 孩子 你又受苦了 还好 只是一点小伤 老实动众 还惊动了大家 真是不好意思 金索 赶快搬凳子给福大人跟福静坐 我们不坐 看看你就走 紫薇 为了我们福家 你要保重好你自己的身子 我知道 我会拼命拼命 让自己赶快好起来 紫薇和我一样 虽然老碰到一些倒霉的事情 可是命大得很 我呢 是因为阎王老爷怕了我 不要我 紫薇呢 是因为玉皇大帝喜欢他 照着他 不许小狗去碰他 所以你们大家放心好了 我们两个哥哥 可是千岁千岁千千岁 二康小燕子 这次捕娃娃的事 虽然让大家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皇上的心 却是血亮了 皇上也有皇上的苦衷啊 必须有很多的顾忌 很多的无奈 所以才压下去了 二康 等回家以后 我再跟你细说 主要是一句话 希望大家都要 体谅皇上才好 这个不娃娃的事 以后就不要再追究了 让他过去吧 阿玛的意思 我明白了 紫薇私利逃生 我已经对上苍充满了感激 不敢再怪任何人 只是希望 这次灾难真的结束了 好 等紫薇的身子好了 我向皇上提出请求 让你们俩早日晚婚 多谢阿玛 紫薇嫁出宫去 那我怎么办啊 我们试到你们 那我怎么办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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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听到你的低俗 要为我遮风说雨露 梦里听到你的呼唤 要为我住爱的宫墙 一句一句 一闪一闪 诉说着地牢和天花 一丝一丝 一律一律 诉说着地牢和天长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闪耀着无尽的期望 梦里看到你的泪光 凝聚着无尽的痴狂 一句一句 一闪一闪 诉说着地牢和天花 一丝一丝 一路一绿 诉说着地球和天长 天苍苍的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冷天的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天苍苍的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冷天的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天苍苍的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冷天的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山无冷天的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天苍苍的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冷天的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你全好了 又能弹情了 还能唱这么美的歌给我听 我感谢上苍 感谢所有所有 照顾你的神灵 娘娘 我把十二阿哥给您带来了 皇娘吉祥 最近 你皇阿玛有没有问你功课 问啊 你都答得出来吗 有的答得出来 有的答不出来 上次皇阿玛要我背座有名 好长 我没背出来 皇阿玛好生气 你怎么可以背不出来呢 季师父教你的功课 你一定要好好念好好背 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把别的阿玛给比下去才行 等会儿 把书拿来 我帮你复习 我还要去玩 我要去抓区区 小伦的说 要跟我去斗区区 不行 不能老那么贪玩 你整天跟个太阶玩区区 有什么出息啊 要好好念书 你皇阿玛 最喜欢能文能武的人 你不能输给我阿哥 最近 安达有没有教你武功啊 你都学了些什么 安达教我劈腿 武剑 还有摔跤 好 等会儿表演一下 我看看 黄阿娘 你问了没有 我要去玩了 整天想着玩 都跟谁玩呢 别的阿哥都不跟我玩 只有太阶才要理我 什么话 娘娘 你不用着急 十二阿哥还不满十岁 正是爱玩的时候 你让他玩一玩没有关系 至于那些阿哥 不是奴才多罪 就是他们要和十二阿哥玩 我们也不愿意 他们配了 十二阿哥 可是正公娘娘的亲生儿子 不是吗 永济啊 你是我的生命 是我所有的希望 我为你 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豁出去了 未来怎么样 我走得可真是提心吊胆 永济啊 你可千万不能让我泄气啊 下次 你黄阿玛再考你功课 你要再背不出来 我就要打你的手掌心了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吗 娘娘 龙生龙凤生凤 什么根儿什么苗 您不用担心 奴才敢用脖子上脑袋 给您担保 十二阿哥会有大出息的 谁 小燕子上夜眼 好不容易病山好得出了一套 因为小燕子学功夫在受伤了 小燕子 我看你就算了吧 萌檀收了你这样的徒弟呀 真倒霉 小燕子又来了 好 嗨 哥哥饶命 还不让黑点 姑姑奶奶的剑可是不长眼睛的 哎呀 太要死的不明不白了 哪有人练剑 练了个不长眼睛的剑 什么人都批啊 你这样用蛮力是没有用的 你要把剑当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捂起来要滴水不漏 你先站旁边 我捂给你看 好 深稳 dic 我要来啦 好 小燕子 你这么学功夫 等你学成了这些 陪公主练剑的人 全都没命了 我练得真起劲呢 你真啰嗦 快把剑还给我 要剑呢 强强看 不好玩 我不玩了 你们看看武功好 就是我分 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心教我 只会帮我歇息 连师父都是 我不学了 小燕子 漂亮 好 好 漂亮 小燕子 接点 燕子 小心 看样子 他真找了一个好师傅 这样练习局 说不定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个武林高手 我不担心他的武功 会点三角毛的功夫也就够了 在宫里 要动手的时候不多 我担心的是他的成语和唐诗 如果他学诗也有学武功的性质 那就有希望了 师傅 你这样一天都晚把我剑打掉 那我还学什么呢 我不学了 不学了 小燕子 把剑捡起来 再来 不来了 不来了 我走 ему燕子 你开死了 ió儿 臭不了了 臭不了了 誰願意做你師父 誰願意教你武劍 想要你待在會賓樓裡浪費時間 這容月子生不如死 我是個廢人啊 我沒有用 浪費時間 這容月子生不如死 我是個廢人啊 我沒有用 我沒有用 沒有用 我沒有用用 師父 師父 現在不要過去 現在什麼都做不了 他出不來 我進不去 我還不如一隻蝴蝶 這種日子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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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淡 我告诉你 上个月我差点失去了姿妹 我知道失去的姿妹 我也了解你心里的痛 了解得太深太深了 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地等待 我们先回惠民楼去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 惠民楼一定很空 我们再去计划一下 怎么样 你看我们还是不要耽搁了 还是想办法把这个大计划实行吧 怎么实行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韩湘根本不愿意 也不同意这么做 他不合作 我们怎么做 就算他同意 现在也不能实行大计划 自从宫里出现了布娃娃 整个皇宫都在警戒状态 每个角落都是重兵把守 现在要出宫 比任何时间都难 那么 我还是只有一个字可以做 那就是等 我们不管了 好不好 反正是个冒险啊 早做也是做 晚做也是做 如果做不成功的话 就是你们教我的那首诗 哼也是死 术也是死 我们拿出决心 做了吧 管他呢 如果横也是死 术也是死 那就不要做 要做 就要做得有把握 哪有明知道要去送死 反而还要去做的道理呢 柳青说得对极了 小姐好不容易才私利逃生 现在又要去送死了 我觉得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 还得计划得清清楚楚 在行动啊 你们永远计划不清楚的 一会儿顾虑这个 一会儿顾虑那个 怎么能计划清楚呢 我赞成小燕子的话 什么都不要顾虑了 你不顾虑是不行的 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了 你总不愿意这么多的好朋友 都为了你们送死吧 如果送了命 你们还是逃不掉 那岂不是太冤了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尔康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不管我们怎么计划 这个计划都要喊一下合作啊 他才是主角嘛 可是他有一大堆的道义责任 还有他对阿拉法国的誓言 他说什么都不肯 那要怎么办 如果我能见他一面 如果我能跟他当面谈 天哪 那道宫墙 把我们阻隔在两个世界里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蒙当我让你们见一面怎么样 你去说服他 见一面 怎么见 你混进宫去 行吗 你们愿意帮我 尔康 你有把握吗 这不是一件小事啊 蒙丹这种生命控 要在宫里不必注意 实在不容易 说不定有个好办法 尔康 不知道你的想法 跟我是不是一样 这个月初期 小二哥买一百天 宫里照例要庆祝 尔康 好像又是你负责哦 对 又是我负责 到时候戏班子免不了 杂技也免不了 说不定可以预备点特别的节目 刚好发生了不娃娃事件 我们来个 萨满驱鬼舞之类 全体演员戴着面具进宫 不过你要保证哦 进去见了一面就出来 不能出状况 你们也太大胆了 万一他们两个见了面 难舍难分怎么办 万一这秘密被揭穿了 那又要怎么办 我知道是问题的严重性 我保证见一面就出来 我保证不给大家添麻烦 如果可以平安混进去 就可以在节目 进行一办的时候 带他们到树方斋见面 大家都在看表演 一定是人不知鬼不觉 我觉得不妥当 太冒险了 有点疯狂 哥 你就不要扫兴了 就让大家发发疯冒冒险吧 他们比起牛郎之女还惨 人家牛郎之女 一年也能见得到一次呢 是啊是啊 我们就这样做 我们把萌丹 藏在变魔术的箱子里 运进宫去 怎么样 那倒不必 反正没有人认识王丹 尽可以大大方方地 跟着舞蹈班子 和杂技班子进去 要设计的 是进去以后的事情 那就赶快设计啊 你们两个也去 反正是杂技班子 你们也是演员 你们护送王丹进去 再把他护送出来 我们也去 不管我和韩湘的未来如何 这一面对我太重要了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我的一切的一切 来换取这一面 为了这个粉身碎骨 我也认了 各位的大恩大德 我先谢了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大家又该商量大计了 对 谢谢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次表演是不是太杂了 怎么人数这么多 你做没做过彻底的安全检查 好 阿玛请放心 我全都检查过了 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个驱鬼舞有点怪异 皇上会喜欢吗 好 不大意请放心 这个节目是特别为老佛爷做的 老佛爷看了一定会喜欢 好 好 好 放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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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赏 谢万岁 朱希 赖 赖 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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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舞蹈真是萨门法师跳的吗 嗯 好像是啊 听说是尔康特别设计的 为了驱除宫里的邪魔 我 那那些戴面具的是象征着魔鬼吗 其实不是的 咱们满人的驱鬼舞啊 跟西藏的打鬼舞是类似的 那些戴面具的人啊 都是驱鬼的法师 那些面具呢是用来吓鬼的 法师相信就是鬼啊 别有害怕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啊 这秦儿一说 我们就知道了 秦儿真是聪明 什么都懂啊 如果把邪魔揪出来 那比驱除还有用 瞧 有个不戴面具的人出来了 那是天神啊 代表驱鬼舞中最权威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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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精彩极了 小米娘娘 紫薇啊 已经回书房斋了 她身体啊 一点不舒服 你去要不要去看她一下 你那个仙丹啊 对她是最管用的了 湘飞 拜托了 你就去一趟吧 紫薇这丫头啊 也真是娇贵 看看表演也会不舒服 湘飞 你就去看看吧 走吧 是 爸妈 这儿就交给您了 我要去把那些表演完的人送回去一批 你先忙你的去吧 分批回去是对的 免得这里闲杂人等太多 这里有我呢 是 老佛爷 这树方斋的人可真是奇怪 这戏还没完 怎么个个都走了 连武阿格和阿尔康也走了 开门 开门 快 快进来 你是风儿 我是伤 战战绵绵 扰天阳 天涯 你是风儿 我是沙 沾沾边边 永天涯 说话呀 你们快说话呀 时间不多了 再让你看我我看你 时间给看光了 这样不行 我们一大堆人在这儿 让你两个怎么说心里话 你们两个到李彪卧室去谈 我们在大厅守着 来 你放心 我已经层层部署了 很多人在外面守着呢 不过你只有半阵长的时间 你要把我时间长话段说 如果有意外发生 按照我们商量的办法做 快 我们把这个面具和浮沫棒 都拿在手上 这样万一有什么状况 千万不要临时乱了手脚 我好紧张啊 生平也没有做过这么刺激的事情 大家赶快把尔康写的 那个浮沫口诀背一背 不要等有状况的时候 吓得什么都忘记了 嗯 对 哎呀糟糕了 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哎 刘青 你干嘛再教我一次啊 那个口诀到底是怎么念的 到时候啊 我一句都背不出来了 怎么办啊 真的忘记了 就随便念中 你的煞有其事就行了 哎 小燕子 那个浮沫口诀你背出来没有 还有上次商量的应变方法 你记牢了没有啊 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到底记牢了没有啊 哎呀有有有有 你不要老对我一副不放心的样子嘛 哎呀 好美哦 他们走散见面了 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怕要说的话太多 反而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韩香 韩香 就算天山的树全体倒了 就算沙漠的沙全体消失了 就算风也不吹 蛙也不开 鸟也不叫了 就算真神阿拉 站在我面前 对我说 我应该放掉你 我还是要把你带走 你是我的 没有人能够抢得走你 孟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这三个字 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需要做的 是抵抗 是采取行动 你这样屈服 这样认命 对我简直是一种背叛 背叛 你怎么能够用这么严重的字呀 你明知道 我拼命 维持我的清白 死守着对你的誓言 你竟然说我是背叛 你说你拼命维持着清白 你说你死守着我们的誓言 你说你死守着我们的誓言 如果你不在我身边 而在那个皇帝的身边 那么你的拼命 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你的死守 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的誓言才是真的 要不然什么都是空的 我不能抓着空气对他说 这是我的寒相 他还在为我保持着清白 还在死守着我们的誓言 然后我就满足了吗 孟丹 你这么不谅解 你怪我 你责备我 是 我怪你 我责备你 我不谅解你 你在这个皇帝身边一天 我就怪你一天 你同意把自己当一个礼物 我怎么都不会原谅你的 那么 我们还千辛万苦地见面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 你有多么地恨我 自从子卫和小燕子告诉我 今天晚上我们要见面 我就紧张地不能吃也不能睡 可我好不容易见到你 你却告诉我 你有多么地恨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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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吗 你要我吗 你要这个活生生的我吗 这个我不是空气 我的胳膊摟着你 我的眼睛看着你 我是活的 我是真的 我是有形体的 我不是你的一个回忆 一个幻想 你懂了吗 你需要的是我这个人 我对你也一样啊 我已经对真神阿拉发过誓 我再也不能背叛我的誓言了 真神阿拉 如果他就在我们身边 就让他看看他做的好事 让他看 请他看 他看了 就知道他有多么的残忍 他毁掉了我们两个 你怎么可以对真神阿拉不敬 神的安排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韩湘 醒醒吧 没有道理 太没有道理了 你是属于我的 不属于那个皇帝 你身在遥远的回江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会成为他的人了呢 可是 我已经接受了 我已经是他的妃子了 不 你不是 我们还有机会 还来得及 听我说 如果你相信眼前这一切 都是真神阿拉的安排 那么尔康跟小燕子他们 也是真神阿拉安排给我们 来拯救我们的 他派了好多好多人来帮助我们 韩湘 勇敢一点 去跟命运作战吧 不要屈服 不要投降 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生命 如果你重新去奋战的话 那么 你才是那个为我死守誓言的韩湘啊 不 不好 不好 那样快让整个回族遭殃的 我对我爹有承诺 我对整个回族有责任 孟丹 我和你先后私奔了七次 都没有成功 我已经认命了 我知道 一定是真神阿拉不要把我给你 还要我牺牲 你也一样 孟丹 抛开我们那份自私的爱 用那份爱来爱我们的民族吧 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我做不到 如果你不跟我走 我就会背叛真神 我再也不相信他 不相信你 不相信感情 不相信真理 我什么都不相信 从此 我会跟全世界作战 孟丹 你不要威胁我 那么 你答应给我逃走吗 不 我不能答应你 你要逼我 做出我自己都不能控制的事吗 你要逼我发疯吗 梦丹 梦丹 忘掉我 忘掉我 做这种傻话干什么 怎么忘掉你 忘得掉你 我还会站在你面前 我还会一路从天山追你到这儿吗 我还会变成萨满法师 为你大跳驱鬼舞吗 我还会为见你一面 用出所有的计策吗 寒香 跟我走吧 跟我一起走吧 他们进去已经好半天了 我们去叫他们吧 等会表演都完了 大家散场还找不到我们 那不是很糟糕吗 好吧 我去叫他们 不要不要 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吧 他们一定有几千句 几万句话要谈呢 还能耽搁吗 他们这样谈下去 谈到明天早上也谈不完呢 我觉得到此为止吧 以后有机会再把文章送进来 可是他们都好可怜呢 再给他们点时间吧 老佛爷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快进去 快进去 要有事吗 没有啊 阿他 他们都在卧室呢 给你 大人鬼 脚爪鬼 脚爪鬼 宋富丫 你看人鬼 王兽挑 Kry Kry 老夫 请不要惊扰他们做法 这个树方斋有些不甘不净 居然出现布娃娃 害两位哥哥蒙上布白之鸳 紫围又差点送命 大人心里都有点毛躁 小燕子听说 这些套驱鬼舞的 真的可以驱鬼 特别请他们来指点几招 希望把这个树方斋的晦气给除掉 原来是这样 小燕子在这坐巴 不要脸跟派人混 全在别人场面里面放扑娃娃 现在带我的无魔不放下 献出原形 你给我出来 大哥 你要干什么 看见了 看见了 原来是沐沐的头地上有个幼嘴 让我看得清楚 沐沐沐 你在头地上有个穿着红衣服的姑娘 沐沐沐 她的眼睛断得大大的 变色惨白惨白的 阿沐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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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一个 满身元气的原子魂 阿沐沐沐 阿沐沐沐 皇后娘娘 不要这么大声嘛 这个驱鬼啊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阿沐沐沐沐 阿沐沐沐沐 阿沐沐沐沐沐 阿沐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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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 阿沐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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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得这么行的这么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怕 什么妖魔鬼怪我都见多了 这怪事我都见多了 哎呀 妖魔魔 妖魔魔 那在肩膀上 有一个穿日衣服的女鬼 她正在咬你的肩膀 啃你的骨头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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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魔魔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肩膀 很痛啊 啊啊啊啊啊 妖魔魔 又歇了 喂喂 无牵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你的舌头这么长呢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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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乌儿 乌儿 你给我拿开 你给我拿开 你把这棍子拉开 乌哥 你别上我眼前坐吧 你拉开 拉开 拉开 因为你有头 再有足 乌嬷嬷什么都不怕 乌儿 快来报仁 乌儿 快来报仇 乌嬷嬷什么都不怕 人会野会全来到乌嬷嬷 乌嬷嬷什么都不怕 你 你放开 快拿开 拿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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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开 拿开 小椅子 你还不停止 你们是驱鬼呢还是招鬼呢 说八道 你给他吓吓踢拔舌头 不是我老娘娘呢 咱们走吧 那姆志语 这个黄东哥给他 好像是抓起来了 这王娘 这姆志语 你抓起来了 今天夜的 会来找你 这个脆的饲心 那个井里面 好浓 你又来又说 这个白铃好精彩 反正你不怕贵 等着吧 你慢点 你躲开 你躲开 我告诉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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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怕 我我什么都不怕 小燕子 小燕子 这个驱鬼舞就到此为止吧 那边戏台大概也快算戏了 不要耽误他们回去 二康多谢各位法师帮忙驱鬼 这就送大家出去 老爷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都起来吧 谢老佛爷 原来是那个天神哪 你们真的是在驱鬼 这里到底有没有不干净 回老佛爷 这个树方斋杀气很重 范小鬼已经做法驱除了 不知范小鬼 还没小人哪 不过无论是他小鬼还是小人 我都会把他打在一个落花流水 我以为范薇这丫头又不舒服了 就特意来看看 既然在驱鬼没有不舒服 我也就放心了 皇后 咱们走吧 二康 二康 这个鬼要是驱完了 这闲杂人等也该离开了 臣遵旨 臣遵旨 我送他们出去 请 法师 法师 法师请 快 走吧 我看了 走吧 这个小燕子怎么演出完全失常 差点给他坏了大事 那个口诀 他居然一个字都没记住 信口胡编 编得又那么离谱 最后啊 还招起鬼来 把那老嬷嬷 下了个屁滚尿流 哎 那个老嬷嬷 就是著名的容嬷嬷了是吗 是啊 这些老嬷嬷平日作恶多端 看样子心里还是害怕的 奇怪的是 他们不怕害人 倒怕有鬼 今天啊 大概真的被小燕子吓住了 我也给小燕子吓住了 他简直把我闹得头昏脑胀的 也不知道是继续念咒呢 还是看他表演好 哎 下一次啊 再出现这样的情形 我们得给他安排好 最好啊 给他安排一个不开口的角色 下次还有下次 我已经被吓得浑身冒汗了 下不为例 胡二哥 你把小燕子交就好 哎 怎么没交啊 我左交一次又交一次 交得我口都干了 他还是学得乱七八糟的 每次他都说 是关于生死 我怎么会开玩笑 到时候 他就连生死都忘了 好在老佛爷对于鬼神 都很敬畏 好像相信了 哎 好像那个皇后 可是不太相信了 他想不相信啊 我们管不着 吓到了柔嬷嬷 倒也是一大收获啊 雯丹 怎么样 跟他说好了 你说服他了 我想留下来 留下来 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留下来 这是皇宫 怎么能藏住你这个大男人呢 就算能藏住你 你也无计可视 今天不能再出状况了 先回惠宾楼 来日方长 我们再计划 是啊是啊 不要第一次见面 就弄得天下大乱 你看 老佛爷说来就来 小燕子又没轻没重 我们是好险才过关的 无论如何 一定要控制自己 让我们再从长计议